这是中国奇因第一次见到美国的父母 从未坐过飞机的她 好奇地观察眼前四周的环境 但女孩丝毫没有意识到 接下来自己的命运会因此逆天改命 甚至七年后引发全网热议 令无数网友感动破防线 原来这个带门可爱的小女孩 她叫谢湘京 来自贵州市 可不幸的确实 出生不到六个月的她 因身患重病没前医治 父母无奈之下 将女儿很心意气在一家医院门口 成为孤儿后的她 好在被贵州福利院发现 好心的院长不仅收养了她 还特意筹齐化重金 将小乡君的疾病治愈 可女孩本以为自己填崩开局 但谁也没有想到一年后 居然被一对90后美国夫妻盯上 他们将女孩直接收养并带回美国 而这一段缘分 让女孩命运的迟轮开始疯狂转动 其实早在收养小乡君的前一年 夫妻二人就打算收养一个女儿 虽然已经生育了两个帅气的儿子 但对于拥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他们一直都是渴望的 2015年在一次偶然的消息中 夫妻俩了解到中国孤儿领养计划 他们深入了解情况后 决定不愿万里来到中国 联系当地的福利院领养一个奇因 当美国夫妻第一次看到小乡君的照片时 就被她呆萌可爱的样子深深吸引 而夫妻俩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女孩 仿佛命中注定一般 为了这个中国女儿 美国夫妻提前准备了一年 才终于办完了小乡君的领养手续 为了更好的迎接女儿的到来 爸爸不仅翻新了房子 还为特意为女儿装修了文心的公主房 当街坊邻居得知这件事情后 纷纷支持夫妻二人 不仅为这个远道而来的女孩 提前准备了许多玩具 还担心夫妻俩手续费不够 于是帮忙做慈善 筹集了三万没刀的抚养费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得知后的两个哥哥 总是缠着问妈妈 他们的妹妹在哪里 而妈妈每次都是拿出地求医 指着中国的领土告诉两个儿子 妹妹就在这里 2016年6月 美国夫妻终于等到了 领养中国女儿的日子 他们首先到达的是北京 由于飞机要在北京转机 为了更多地了解女儿的国家 他们特意游览了长城和北京的故宫 随后还品尝了中国各种美食 短暂地休息后 他们转机直飞到贵州 也终于在贵州福利院里 见到朝思暮想的女儿 当小祥君第一次 见到这位金发笔眼的杨妈妈时 只是用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好奇地看着眼前这个女人 当福利院的院长告诉她 这就是你的妈妈时 小祥君才敢用低声的语气 叫了一声妈妈 看着眼前呆萌可爱的女儿 杨妈妈也早早为她 提前精心准备了许多礼物 想通过这种最温暖亲切的方式 来讨好中国女儿的欢心 可女儿却表现不知所措 杨妈妈尝试着把孩子抱入怀中 只见她轻轻地抚慕着女儿肉嘟嘟的脸颊 这一刻 杨妈妈的心瞬间被彻底融化 在福利院工作人员的认可下 夫妻俩提前为小祥君 取了一个好听的英文名字 寓意美丽的意思 在杨妈妈拥挨不停的攻势下 希拉很快放下戒备心 开始一遍遍地叫着妈妈 还把自己喜爱的零食 不停地喂到杨妈妈的嘴中 2016年6月18日 杨妈妈带着希拉告别院长爷爷 然后准备回美国了 可刚离开福利院的第一天 不是一环境的希拉 却在酒店大哭了起来 妈妈心疼地背着她安慰好久 这才让希拉的情绪稳定许多 为了让希拉尽快地适应父母 夫妻俩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们没有急着回美国 而是在附近租了一个月的酒店 每天就是陪希拉玩沙哄她开心 带女儿去商场逛街买衣服和玩具 游玩贵州各个地方的景区 在爱的呵护下 希拉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 一个月后 希拉已经完全适应了美国爸妈 他们也终于踏上回美国的路上 可去机场的时候 希拉却好奇地不停问我们要去哪里 不就去哪里 我也去你 女儿一口流利的贵州放言 而美国爸爸并未听懂 她只是小心翼翼地抱着女儿 上飞机后 希拉不停地好奇打量周边的环境 杨妈妈告诉女儿马上就要到家了 经过漂洋过海 终于抵达美国 刚下飞机 家人们早已在机场等候多时 两个哥哥激动地跑向妹妹 并送上准备许久的礼物 回到家后 家人们还准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而两个哥哥就迫不及待地 给希拉介绍他们的家 可此时的希拉 却一脸茫然地观望眼前的一切 但经过几天的相处 她很快就被一家人的热情 和关爱所包裹 在之后的日子里 为了让女儿适应当地的生活 夫妻二人抽空带着希拉 去体验了很多第一次 第一次爬电影里的好莱坞山 第一次去夏威夷海边度假 第一次去游乐园玩耍 第一次去尼亚加拉看大瀑布 第一次去加州被爸爸背着荒野徒步 没想到希拉小小的年纪 就又变了大半个美国 而在之后的每个假期里 父母都会带着希拉出去旅游 带她去体验这个年纪 该拥有的美好童年 几年后 此时的希拉在这里完全蜕变 她没有了往日里的胆怯和苦恼 如今展现出了一个 充满自信且阳光的女孩 而她美国的爸妈 也总是为女儿不定时地制造惊喜 在中国春节的那天 细心的妈妈特意为女儿准备了 属于她特殊的礼物 一件中国红旗袍 父母得知希拉喜欢狗狗 毫不犹豫地在她生日的时候 送了一只可爱的科技 希拉给她取名Zuno 寓意保护者 可没想到调皮的狗狗 居然偷袭在雪地打滚的希拉 瘸痘痘的爸爸哈哈大笑 七年后 希拉在家人的习心关爱下 茁壮成长 同时也让我们一起见证了 当年那个在福利院的孤儿 如今已经成长为了幸福的小公主 希拉是不幸的 也是幸运的 不幸的是出生被亲生父母一起 幸运的不仅是福利院收养之余 还遇见了爸爸妈妈 给了她一个充满爱的环境 爱无过节 愿每个孩子都能被温柔以待